大家好 美国中大大选终于产生了新的一任总统和副总统 Joe Biden和Kamala Harris 那么今天早上听了他们两位的演讲之后 心里有非常多的感触 不过第一个要先恭喜他们两位 因为他们两位相信会为未来的世界 跟美国带来新的一些思想 但是有一些好的坚持 听那个Joe Biden在演讲的时候 他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要让美国人团结在一起 不要再分裂出去 他希望能够共同的用一个新的方法来对抗新冠肺炎 同时听到他里面所讲的话 都可以了解到其实美国人在宗教上的信仰 对一个人的成长甚至长大以后 作为一个良善的人 对社会能够尽责任 而且有慈爱 包容 跟团结 这些理念的人 他必须要能够坚持这些理念 而且必须能够让他发扬光大出去 看到Joe Biden跟Kamala Harris他们所讲的话 你会发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过去在Trump时代里面 所有的一些想法跟做法 可能到他们身上就会做了一些改变 那么在这段选举的期间里面 我们也看到在台湾 许多绿色的电台 跟绿色的政治人物一面倒的去支持Trump 但是并没有去讲出来他真正的理由 只是在选举里面去煽风点火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值得学习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看到台湾 在被撕裂在被分化 然后许多的仇恨 许多的对立逐渐在产生 我们也看到社会的是非道德的价值 也逐渐被破坏 那么政治人物逐渐在沉沦 然后看一下美国这次大选 年任者的Trump失败了 新任者的Joe Biden 在民进党或者许多人眼中认为的一些老人的政治人物 他竟然当选了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就是Joe Biden在讲的 美国人真正的民主价值 跟Harris讲的 民主永远是争取来的 不是随意就可以垂首可得的 那在我们今天的中华民国 大家其实也可以去想一想 像美国这样一个真正所谓的民主国家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到底在争取什么 当选之后呢 Joe Biden跟Harris都认为说 他们是要帮人民服务的 真正国家的主人是人民 就是因为人民相信选举制度的公平跟公正 也相信政治其实是为人民在做服务 所以他们选出来这样一个总统跟副总统 他们所坚持的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政府是要服务人民 如果把这些言论放在我们今天台湾的政治现状 跟社会现状来看一看 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些改进 并不是外国的月亮一定圆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的的确是走偏了 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对立仇恨分化 也造成了两岸之间的紧张 然后一昧地求战 就去鄙视求和 这也是我们今天中华民国最大的一个危机 各位可以看到他们一天到晚所在讲的 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那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呢 我们反而对我们自己的国家 开始有不同的分裂的想法 那我们所有的媒体呢 全部是听民进党的 这其实是我们需要真正要去改进的 一定要改变的地方 否则我们的政府只是服务一个政党 不是服务我们真正的人民 我们没有真正的民主 没有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国家里面的许多的制度 其实对人民是不公平的 对人民产生压力 产生恐惧 这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也希望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让我们可以回归到理性 回归到相亲相爱 回归到和平 回归到尊重 尤其有许多人在判断 从Joe Biden他的立场 跟Kamala Harris 他本身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所以可能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也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改变都是朝良善的方向去走 所有的方向都应该朝着互相的合作 尊重以及和平的方向走 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未来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执政党 该做的一件事情 他们两位在选举的过程 跟选举结束之后 他们都认为他们自己的政党 是令他们骄傲的 他们所尊重的政党 自己的政党 也就是自己的信仰 这个信仰也就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真正去追求一个强大 自由 民主 繁荣的国家 我觉得我们中华民国的政治人物 也有这样的人才 也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被压抑住了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好好一起努力 记得 政府 执政党 政党 政治人物 都是在服务人民 我们要人民生活在幸福快乐 和平 繁荣 没有任何一点恐惧 没有战争的威胁的状况之下 快乐的生活 这才是民主的国家 这就是我今天看了 Joe Biden 跟Kamala Harris的演讲 我说有点的感想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